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蹄可是好东西 我来做马蹄糕吧 这才叫享受啊 以前在长安 那世人过的日子吧 陛下喜欢常来就是 我倒是想 政务怎么办 百姓怎么办 这次来岭南 也是被你怂恿而来的 陛下若不来 这里香料您会吃到吗 您不知道那些东西不是要便宜别人吗 哈哈哈哈 说得好 陛下 耿国公已经到朱江口迎驾了 走 我们去见冯啊 诺 慢 这些是什么 这是耿国公送来的荔枝 荔枝 何物 什么 荔枝 呀 还是飞子绣呀 嗯 还是那个味道 水分很多呀 很甜 不错 你说这个叫飞子绣 有什么典故 快说 就是有个皇帝 还有个美丽的飞子 这个飞子很喜欢吃荔枝 但是荔枝容易坏 产地离都城很远 荔枝很难运到都城 因此飞子不开心 皇帝为了让飞子高兴 动用巴拉利加奇 逃死了数匹马 将荔枝运到了都城 飞子吃到了荔枝 露出清诚一笑 这荔枝因此被命名为飞子孝 这个皇帝真荒唐 这不是浪费明知明高吗 居然有这事 真是 真是 真是我被铠摸啊 啊 身为皇帝 连喜欢的女孩都无法满足 这皇帝不当也罢 笔 笔下 那可是跑死了数匹马呀 你懂个屁 几匹马算什么 若这飞子爱吃荔枝 能让全国普及 受益的是果农 蓝芳因此富裕 力远待于那几匹马 杜牧 我为你默哀三分钟 皇帝这种生物不是您老能理解的 唐唐 你有办法为立志保鲜吧 有啊 酿成酒 做成干 酒 好 好 就亮酒 好酒 好酒啊 啊 Hobo 我想回ica 去椅 Moto舞 走 去椅子男 走去椅子男 出来起来 走去椅子男